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岐山成为湖南人大代表 再次引来舆论的聚焦 其实2017年10月16号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夕 博文社已经披露了 习近平将对王岐山为以重本 王岐山将担任国家副主席和主管外交并列席常委会的信息 当大家将目光集中在王岐山身上 似乎遗忘了另一个焦点 那就是李克强 可能有朋友认为 李克强是除习近平外唯一流论的上一届政治局常委 第十三届人大流论总理应无悬念 话虽如此 但其实分析起来并不简单 李克强在上一届任期内与习近平关系紧张 首先他们在经济政策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析 李克强是市场和民营经济派 他主张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 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 去杠杆化 以大幅削减债务 降低借贷与产出比 推行经济结构改革 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李克强的经济政策被外界称之为克强经济学 就是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 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 政府呢 管住 管好 他应该管得上 而习近平则不难 习近平是党制 指令型和国有化经济派 习近平的偏好是前三十年毛时代的经济模式 在依靠谁来管经济和企业的问题上 习近平强调党制 党赢 政治挂帅 他的批示是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而李克强则主张由企业家来管理 李克强的批示是 推动国企改革 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弘扬企业家精神 2015年5月 习近平受益刘鹤 以权威人士的名义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他的观点与李克强冲突 其次 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 都是总书记与总理搭配 但到了习近平时代 李克强只被明显边缘化 习李配变成了习王配 李克强暗然无事 而王启山通过反腐风生水起 2013年的两会 李克强宣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 全场热烈鼓掌 但习近平却根本就不给面子 不仅没有鼓掌 连手都没有与李克强屋 两人均一言不发 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 均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基本的礼貌还是有的 其次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 决定设立雄安新区 通知将此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使 四季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后 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但整个决策的过程都没有看到 李克强和政府的参与 由习近平一人独蛋乾坤 习近平多次公开批评谭中央花拳秀腿 对团派代表人物更是下狠手 习近平认为团派是他最大的威胁 习近平首先下手的是李源潮 在抓肖建华之前 李源潮的小舅子高权健 曾被迫回京接受集委的调查 其目的就是想坐实李源潮的贪腐 但是没人如愿 报道说李源潮去年11月份 曾在政治局会上提出个人退位的意愿 会后李源潮与习近平彻夜长谈 再三表示自己没有权力欲望 只求告老还乡 胡春华也是谈派的代表人物 也曾被视为第六代接班人物 在深圳才去年金融会议期间被拿下后 胡春华十九大前向中央上书 表明自己无意入场 而真正的团派领袖 前是胡锦涛 后是李克强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既然李克强和习近平不和 处境尴尬 为什么还留任常委 有人认为是李克强和习近平的面子问题 因为李克强如果只干一切 其本能会感到窝囊 习近平也会被人认为心胸狭窄 不能容忍 但这种观点我认为难以赴能 因为政治局机器常委 基本上都是习家军的人马 李克强继续干 要么完全服从习近平的命令 要么与习近平不痛快 其本能呢 这更无面子 趁着十九大换届 旧坡下驴 岂不是更好 加之 目前中国的经济 已经处于停滞期 将会越来越艰难 干一届的总理 钱有先利 如朱镕基就是干了一届 谈习近平的面子就显得更站不住脚 因为习近平的性格盲横 既然与李克强不合 让其下台岂不更选择自己有权势 有人还认为李克强贪恋权力 但李克强啊 也曾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和辽宁省委书记 也是见过政治风雨的 李克强应该不傻 贪恋权力将会带来杀生之祸 薄熙来 深圳才的例子就放在眼前 如果上述理由不成立 是什么呢 李克强继续流论呢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是 李克强是中共的改革派 李克强是团派的代表 是支持改革开放 和市场经济的 其经济政策的主张啊 倾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 行政政策主张减政放权 小政府大社会 尽管在习近平的压力下 李克强也不得不调整其政策 十九大后 对习近平也有漏麻的歌颂 但我倾向认为 这是政治策略 其基本执政的思想啊 是很难改变的 二是 李克强不是无人 而是赢人 在前五年 李克强的弱势和习近平的强势啊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外界甚至认为 李克强是中共最弱势的总理 但我认为这种评价呀 太表面化 太肤浅 纵观前五年的经历 李克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 并没有倒下 在2016年能大会上 尽管习近平以不鼓掌的方式 对李克强进行打压 但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 李克强依然谈笑风声 2017年能大会上 外界认为李克强已是跛脚压 他的记者招待会 带有告别演出的味道 有关他的前途啊 有种种猜测 其主流观点是 他肯定会退下来 但李克强不仅没退下来 而且啊 在十九大上留任 前不久 习近平曾调重庆市长黄岐帆进京 准备让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 但遭到了李克强的坚决抵制 这也显示出李克强这个二把手啊 并非完全无人 而是政治的隐论和谋略所在 三是李克强留任的目的 在于保存改革派的实力 收拾习近平新极权主义 失败后的烂据 当前海外媒体分析中共的高层权斗 习惯将分成江派 团派习派等等 认为各派系之间的四不两立 形同水火 其实不同的势力的争斗啊 一直存在 这就所谓毛泽东曾经说过的 党内五派千奇百怪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之间呢 既有争斗也有共同的利益 那就是都不希望共产党这条船翻了 无论是刘少奇 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还是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这就是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 李克强流论并非其个人的意志 而是改革派的集体意见 他们必须保持自己势力的存在 也就是说习近平并没有做到一言九弟 如果李克强出局 将意味着改革派的彻底失败 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 在党内并不得人心 其对深圳才的政治迫害 也玩得太过火 他对毛泽东的追随 和打通两个三十年 在党内并没有形成共识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 时代变了 人心变了 加之薄熙来重庆榜文革提前上演 并且眼砸了 还出现了王立军这样的幺儿子 当然了 我并不认为习近平与薄熙来 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不过是借中奎打鬼 其根本的目的在于 保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和权贵集团的利益 有个诡异的现象 大家需要注意 人民大学周星成教授的大作 共产党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这篇文章已经被屏蔽 习近平的经济智囊 刘鹤的经济思想 也不是计划经济的思想 相反 他的思想 与李克强的市场经济思想 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前不久在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会议上 刘鹤做了演讲 他表示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 40周年的机会 推出新的 力度更大的改革举措 目前开放将聚焦在四个方面 金融业 制造业服务业 保护产权 特别是知识产权 扩大进口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我认为李克强在13届人大上 继续担任总理职位 并无悬念 其留任的原因是为了保留改革派的政治势力 其在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和权贵集团利益上 与习近平并无矛盾 一段习近平新极权主义 天怒人怨死 李克强就可以代表改革派取而代之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 李克强也会绝地反击 上演习礼龙虎斗 结局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